沒想到我這次去擺攤 當天有這麼多事情 這次FF39好像事情真的是蠻多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姨 我和妮妮如一起合作拍的寫真期 目前還有貨喔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買 這是我第一次拍寫真 應該也是最後一次了 超級羞恥 然後超累 成本超高 所以可能沒有意外的話 有可能是最後一次 不一定 可是下一次至少不會是最近 所以有興趣的 我放在下方自己連結 大家可以去購買我們的寫真集 以寫真集當開頭 其實是因為我們今天要來 啰嗦一下黑雨碎碎唸的時間 哇 很久沒有聽我碎碎唸了 之前偶爾會有一些就是 黑talk 會talk一些我有興趣的話題 這次的話是因為有觀眾有提出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想說 好啦沒關係我還是可以把我自己本身的想法 然後分享出來跟大家講這樣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就是這個 FF39 炎上事件 沒想到我這次去擺攤 當天有這麼多事情 這次FF39好像事情真的是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每次多少都遇到一些 這次的事件剛好特別大 拿小說來聊一下 那世界是什麼呢 總之就是 這次FF39 有一位知名coser 叫做盈黎 他cosplay 建了家庭手的安妮雅 就這一位 就這一位 這個是原作的安妮雅的造型 這個是他cos的樣子 大家應該知道問題所在的 沒錯就是 過於大齒 然後導致很多人有不滿 然後有抨擊這件事情 那我們以最根本的角度來看 先不管他今天coser的角色是誰好了 現場還是有現場的規範 簡易的穿著確實有違反到了FF本身的規範 那詳細的規範的話 各位可以去FF本身的網站上看 都有一些詳細的規則 以這一點來說 有違反到了這個規範 其他的部分是有人提到 我稍微看到一些規範的部分 稍微分享給大家 露出禁止與允許事項的具體說明 不能只穿那一褲 進行直接看到內衣或內褲的裝扮 進行外衣透明讓內衣褲可直接被看見之裝扮 只穿在胸貼或隱形胸罩 裙子裡面穿穿著褲啊或安全褲是OK的 遠裝風格的造型 要穿著泳裝的內襯或是肉色的內衣褲 可接受外穿式小可愛或短褲及安全褲 就是雖然說你可以比較大齊一點 但是有些部分 該遮的還是要遮起來 並且要做一些防範 所以說很明顯的 就是允許的裝扮 可能有點太超出規範 有聽說現場有被工作人員勸阻 但是後續不確定是不是 就是工作人員離開後 可能又把衣服拿下來不確定 但是現場確實有工作人員勸阻過 所以確實是有違反的 這是規範的部分 這很明顯嘛 這點是錯的 然後接著的話 我看到有一些點是 我覺得大家針對規判去對營梨做出一些批判 或者是指證是OK的 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人想法 開始比較歪樓掉了 他們指證的部分有點太過於誇張 以及太過偏 以及偏到其他地方了 舉例來說就是 以上論述純屬我的個人觀點 不是客觀角度 營梨這次創作的安妞這個樣子 在我看來我覺得說 她其實應該算是符合同仁創作 然後cosplay 因為原本任何的角色 大家看到以前的任何動漫角色 其實有很多人會把它改成各種樣子 可能她原本沒有泳裝類型 或是原本沒有這個造型 可能很多人會把它改成有泳裝造型 或者是把它改成成人 或者是年紀變小之類的 都有都有 然後或是BL 或者是GL之類的 其實都有都層出不窮 不一定是她原本的人設 而是額外大家的 這也是一種同仁創作 所以在我看來的話 這一次就是安妞娜的這個創作 以同仁跟cosplay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這也是一種創作這樣 接著有人提到說就是 FF變成成人展 超多新聞標題都是以這個來下 但是我覺得大家有點把 全部的問題都往營靈身上推 我感覺有點像這樣 因為其實在我看到現場 其實我有看到有些人 穿著老實說也是比較 有一點踩邊 甚至有些是不符合規範的 其實這類型的人非常多 老實說FF我缺了這麼多次 這類型的狀況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因為大家都在場內 然後或者是該做的一些防範 但還是有防範 所以比較採邊的 就比較不容易被官方人員警告 其實在我看來就是FF本身的尺度 它比一般的像是CWT 可能年齡層還要更高一些 然後像是現場販賣的刊物 有很多也是Spa Team的 然後或者是掛軸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在場內的部分 原本狀況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直以來的習慣 但是如果像是因為COSPLAY COSPLAY可能會到場外 那如果到場外的話 還是一樣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就覺得有點不太妥 因為可能會有小朋友經過 因為外面並沒有限制說 小朋友不能在外面看 或是在外面玩之類的 所以說外面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公共的場合 有機率會被小朋友看到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有點不太好 會給大家的印象也不太好 假如說尺度比較大 我覺得在場內其實都是OK的 因為場內有場內的規範 場外也有場外的一些規範 我覺得害FF變成成成長 這件事情 如果你要說的是場內的部分的話 我要講的就是 一直以來的尺度都蠻大的 沒有大家講的那麼誇張 如果是COSPLAY在場外 然後如果是那種 就是在違反規範的情況下 然後還到場外的話 那可能就有點不太妥 在我看來我會覺得就是 場內就算了啦 可是場外的話 可能要多少注意一下 這是我的看法 可是我覺得大家不用那麼的誇張 因為就是FF的尺度 一直以來都比較高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 有一些是拍大尺的 然後有些是出十八鏡本的 掛走也是掛起來 可是在場內的話 不會怕被小朋友看到啦 因為場內不會有小朋友進來 因為有限制嘛 可是場外不一定 所以還是要稍微注意 就是可能拍照的時候 然後在場外不能穿得太超過規範 所以我覺得 害FF變成成成長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看 要看是在場內還場外 如果影裡本身有在場外拍照 然後可能穿著還是一樣的話 可能這樣的話就是比較不太好 加上有違反規範嘛對不對 就是多少也會被影響 但是我覺得沒有像大家真的講太誇張了 我覺得今天大家最生氣的有一點就是因為 劍加久這部作品 因為這部作品非常的紅 非常多人喜愛 不管是圈外或圈內的人都蠻喜愛的 有些沒有看動畫或動畫的人 就是他們可能因為劍加久的關係 特別來看這部作品 但是今天這部作品 安妮亞這個角色 因為安妮亞本身作品裡面是一個 五歲的小學生 所以可能會引起大家的 比較不認同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 之前會罵特別兇的原因 是因為這部作品太紅 然後加上安妮亞這個角色 本身是五歲的小學生 重重原因 然後加上安妮亞本身的粉絲 所以導致這件事情會被沿上成這麼高 可是以創作來說 這個就是創作 然後我覺得以同仁跟Cosplay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是符合的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這也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我覺得今天總結 那如果今天在不違反規範的情況下 那這件事情就完全沒問題這樣 我覺得除了規範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小小的分享 會燒成這樣 最主要就是因為作品的關係 因為作品太紅 然後大家很喜歡 然後大家沒辦法接受 就是安妮亞編成這樣 但是我看網絡上其實超多 安妮亞的一些本啊之類的 其實我看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可是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任何作品都有可能會被改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點把所有的事情 怪罪到這位Cos的身上 就算她的某些點是沒有問題的 但大家也會把那些點也怪罪到她身上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指證前 可以先想一下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問題的 以及這件事情真的是因為她嗎 又我相信有很多是圈外不熟悉的人 然後可能一起跟著罵 像是假如說這件事情 破到東森的粉專好了 我跟你們講一定一堆老人 雖然這樣講得失禮 但是一定一堆老人 就是在下面會罵說 傷風敗俗之類的 我跟你們講 不管是什麼東西放到東森下面都會被罵 我的影片放到東森下面也會被罵 任何的YouTuber影片放到東森下面都會被罵 沒事那些人就是分屍技術 整天壓力沒有地方釋放 所以才會在那邊罵 所以我覺得有一部分是 可能不是圈內的人也會跟著罵 那可能圈內人就不太了解 原本的FF的形態是怎麼樣 導致進一步的誤會這樣 但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FF 不管是同仁動漫之類的 我覺得都是要靠大家的努力下去維護住 然後把這一個文化更推廣給大家 像我覺得近幾年看動漫的人越來越多了 其實我滿開心的 以前年代的時候可能看動漫看漫畫之類的可能會被排擠 班上人可能會不喜歡你這樣 可是現在則是慢慢普及化了 我覺得我為這件事感到開心 但是在大家快樂cosplay 或者是快樂的在享受這個圈子的氛圍的情況時 大家也要別忘記要遵守規範 在遵守規範的情況下我覺得其實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那今天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在下方分享的 不要罵 我今天也不是秤 我也有參加FF 有觀眾問我就分享 啊這麼晚才發忙嘛 對不對 我又沒有要討論的 是後來覺得大家有興趣 那就來討論 大家冷靜友善包容 各位觀眾如果喜歡今天黑透明的話 歡迎在下方訂閱的喜歡 大家也可以就是在下方留言說 你們想要我聊什麼話題都可以這樣 記得去追蹤我的咖啡 我偶爾會發一些廢文 按照我的粉絲團 會發一些就是通知之類的 然後追蹤的社會 發一些廢廢的文章 這樣跟日常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